好 台北刺锋就是第二棒 第二棒这边呢 两边的头衔都非常厉害 地上最强 第二棒这边是战无不胜 香港刺锋第二棒是地上最强 好 那我们地上最强这边摆出来的是 先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新的队伍 其实现在吴国队有很多的分支 这个是其中一个太史词配上吕蒙 太史词的特性可以让每一只工兵的目标数加1 也就是每一只工兵都可以打到 同时打到两个目标 所以每一只的普攻都会变范围攻击的意思 那这边战无... 两个的名字实在太相近了 他另外一边摆出来的是诸葛队 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另外一位选手 又拿出来的队伍 单体伤害非常高的一个庞统以及诸葛亮 得罪了 那吴国这边主要就是靠太史词 Buff都下了之后就是靠普攻 然后再适时的用铝蒙来做一个攻击的手段 这边关羽先把瞬间跟一个奴兵拉过去 可是太史词这边的普攻伤害还是很高 那这边关羽可能会直接先倒下来 约翼下了应该是打在铝蒙身上 伤害还好不是很够 这边要等着放庞统了 可是庞统前面还有小兵挡着 铝蒙先下了 铝蒙打到的竟然是 江维 诸葛亮 铝蒙打在诸葛亮身上 诸葛亮的玄瑰被打出来了 诸葛亮倒下来了 那整个就是被压过去了 这个有点像...这个几乎秒杀啊 直接碾杀啊 他才花了多少时间30秒不到 对因为他是一个靠普攻的队伍 那普攻比整坨站在一起的情况下 我应该说一只可以射到两只 那前排很快都倒下来了 前排倒下来的情况下 后排的法式棋就非常的危险 所以这边呢是由敌上最强 哇 香港刺锋 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哇 刚刚真的幾乎真的是秒杀的感觉 对 没错 就是我们说吴国现在串起的一个原因 他不但有很多分支的情况下 他每一组的队伍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强度了 好了 先来看第二场的比赛 所以我们看香港队这边其实 派出的第二队还是吴国队 还是吴国队 就是吴国的人才现在已经多到 他可以放两队出来了 哦 他这个一二军呢都可以组同一个 都是吴国的 对 那我们另外一边台北这边 摆出的是刚才香港这边摆出来的 呂龙配上太子池 而且他还加了一个疾风孙上香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疾风太子池的配置 疾风太子池 那还有小乔耶 对 没错 小乔是一个补血的功用 很远远的 孙肩 对啊 孙肩这个孙肩是传承孙肩 对 传承孙肩 还有就是我看那个 曾三国大将二的FB里面有秀出来的 没错 那这边台北这边 只要在下太子池 他的基本的物攻一个 见证就已经完成了 可是香港这边 四肢攻其兵会直接冲到你的后排 挑你想要打的人打 对 我爱打谁就打谁啊 对 所以两边其实还是很难说 两边的小兵好像都倒下来了 这边周瑜抓抓到的是呂龙 这边要赶快开掉呂龙了 可是CD好像还没到 呂龙在开技之前先被拉走了 哇 这个浪费掉了 对 呂龙这个点有点浪费掉 而对方的四肢攻击兵 其实都还在 小虎还可以放的 小虎的位置好像也不错 待会可以直接打到顺上香 这边瞬间先开了分担 先开了一个技能 那这边小虎还在扣 周瑜先上 周瑜拉到太史池 非常的好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的无国队的情况下 刚才赢的那一队 现在反而输了 所以真的都没有绝对 可以说现在是 这是一个玩风的胜利 他50都还在 而且血量都还在50%以上 是 2比0直接 直落二带走啊 没错 所以呢 香港自封的地上最强 看来地上最强 还是比战无不胜 还要强一些啊 对啊 感觉他这个 汗都还没有流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对啊 对啊 对啊